1935年1月 在贵州召开的遵义会议 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党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也是第一次 在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独立自主的运用下 解决了自己的路线 方针以及决策的会议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后来的日子里的毛主席 也是经常回忆起遵义会议 并且每次讲起遵义会议 就会提起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当时在会议中 给毛主席投了关键一票的王家祥 正题开始之前 新来的朋友别忘了给冷哥点点关注 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1906年8月15日 王家祥出生在安徽省京县的一户百姓家里 在王家祥19岁那年 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响 王家祥组织同学反对学习圣经和祈祷 又来到了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附中就读 不久之后又去到了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行深造 终于在22岁那年 王家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 王家祥就结识了王明、伯谷、张文天等人 并一起被称为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当时具有不小的影响力 不过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 王家祥并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派别主义思想 但是因为和王明是同窗好友 也一直在苏联接受马列主义教育 没有在中国革命中进行过实践 所以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教条主义的影响 1930年正值王家祥24岁时 在共产主义的安排下 王家祥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 回到了国内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 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的职位 次年7月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安排下 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在会议中 王家祥就例三问题 反复强调了右倾在党内存在的危险性 这就给后来王明的左倾思想种下了种子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 王家祥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缺乏革命实展经验 对于想去根据地 想参加疆苦的革命斗争的想法越来越迫切 于是便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请求可以派遣自己去往战斗的最前线 当时正时任领导之位的王明 也担心四中全会的精神 在苏区得不到有效的贯彻 因此也就派了王家祥和任弼石等人 一起组成了中央代表团 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到达中共革命根据地之后 王家祥参加了在青唐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 也就是在那时 王家祥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在这次会议上 就如何进行第二次反围剿进行的热烈讨论 会议决定要坚决地回击敌人 但是在怎样打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毛主席朱德等人认为 应该要诱敌深入 集中兵力一举歼灭敌人 但是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他们认为敌人的力量太过强大 应该分兵退敌 双方的意见持续交着不下 于是第一天的会议就被迫中断了 次日召开了扩大会议 让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 以及政治部主任都参与到了会议当中 于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 经过毛主席的耐心劝说 终于所有人达成一日 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 集中兵力先攻打弱地 全城参与会议的王家祥 在这次会议之后受到了很大启发 王家祥认为 以毛主席朱德等人开创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为前身的中央根据地 具有重大的实战意义 毛主席等人在作战方针的认识上 也有着自己的见地 尤其是被毛主席的武装斗争经验 和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所蛰伏 于是在会议期间 王家祥就找到了毛主席 表达了自己的钦佩之情 并询问毛主席可否在会议结束之后 向其请教学习 毛主席欣然应允了 在会议结束后的不久 毛主席就请王家祥 来到了自己的住处 两人从各自的人生经历 到对玛利著作的理解 从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 到中国兴起的农民运动 再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到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从四中全会精神 到反围剿的作战方针 两人彻夜长谈 很是合拍 等两人谈话结束 起床号都已经吹响 在这个时候 王家祥的思想 已在一点点的 悄然的发生了变化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 毛主席遂与王明中央的 瞎指挥很是反感 觉得这样是对革命的不负责任 是置于所有红军战士的 生命于不顾 于是 当苏区中央局安排毛主席 去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时 毛主席并没有服从命令 毛主席更是对苏区中央局 制定的计划不甚满意 并要求其做出调整 毛主席说道 我要遵从了你们的这种做法 那就相当于跟着你们在乎来 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久而久之 这一系列的做法 使得中央局对毛主席感到了十分不满 在1932年10月初 苏区中央区在江西宁都 召开了全体会议 会议中将毛主席的思想归为是 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并且进行了严厉批判 毛主席据理力争 但是随即就又被职责为是 不能够承认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为此 中央局要求从前线调离毛主席 并且撤掉了毛主席 在红一方面总政委的职务 最后毛主席仅仅只被安排了一些政府工作 但是就在此时 王夏祥却站出来 说出来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先表示了自己对中央指示的服从 但是另外从几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 以及攻打干荆州等得出的教训中 慢慢地开始认识到 毛主席的思想主张 是符合红军当下实际情况的 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思想 以其战术原则 是切切实实被实践证明了的有效的东西 并且肯定了毛主席 对于如今红军和苏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因此 恳请可以继续将毛主席留在前线 继续指挥红军作战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就要开始了 目前红军也是需要毛主席 王夏祥的一番发言 不仅让中央局的领导人感到震惊 就连毛主席自己也觉得非常意外 虽然最终还是没有改变中央局的主张 但也是从这个时候 毛主席开始对王夏祥 有了志同道合的想法 不难看出王夏祥从这个时候开始 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的见解 也标志着与王明路线开始划清界线 在后来1934年10月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一意孤行地实施左兴冒险主义 致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 也因此中央红军开始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这个时候的王夏祥因为之前被敌击炸伤 还在休养期间 就在红军队伍即将要开始转移的时候 王夏祥终于等来了自己可以随军转移的通知 军委派来了几个担架员和几个专门照顾王夏祥的医护人员 另外还准备了马匹 好和担架员替换着带他行军 后来王夏祥才知道 自己这待遇是许多通知为他距离力争来的 当时博古等人想要将王夏祥归为重伤员 留在百姓家里养伤 另外也想将毛主席作为身体不好的人留下 是很多同志为他们争辩道说 王夏祥是中华作为爱共和国主席 毛主席听闻此消息 也说到王夏祥乃是军委扶持系和总政治部主任 身兼要职必须要随军行动 并且表示了 要一起和王夏祥行动的意志 无奈 博古等人才同意了王夏祥的随军转移 得知此内幕消息的王夏祥 不仅是庆幸自己可以参加红军长征 更是对毛主席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心怀感激 10月11日 中阁军委发布命令 将毛主席朱德王夏祥和张文天等人编在了一个纵队 也就是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开始进行长征 长征途中 毛主席和王夏祥偶然在一间草屋相遇了 二人就当前的局势再次进行了讨论 毛主席在谈话之中 从目前红军的行动方向转移路线上 对比了第五次反围角的失败和前四次反围角的胜利 支出了两种军事思想和指挥方针上的分歧 以及第五次反围角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两人交流的正在兴头上 外面却想起了继续前进的军号证 于是两个人便在行军路上继续交谈 路宽时则是两副担架并排 路窄时则就一千以后 在进入到湖南西部边境通道线以前 两人更是深入地就关于如何摆脱当前所处困境进行的讨论 毛主席表示 现在明摆着就是蒋介石设好了圈套 等待着我们自己跳进去 但是指挥领导人仿佛是看不见一样 非要钻进去 而现在贵州方面敌军兵力较少 红军完全可以趁虚而入 打奖计是一个措手不及 王家祥听闻也频频点头 表示了自己一致的想法 但是毛主席却自嘲道 可惜啊 现在我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有名无实啊 但是王家祥却觉得 政治局内肯定会有很大一批同志 愿意追随毛主席的 于是就对毛主席进行了劝说 二人也决定各自再找一些同志 交流一下看法 王家祥找到了张文天 将毛主席的观点详细地传达给了他 张文天听后明确地表示了同意 另外张文天还特意在休息时间 来到了王家祥和毛主席的身边 进行了具体的了解 并嘱咐随行人员 一定要保证好两位的攻击和安全 与此同时 毛主席找到了朱德和周总理 并且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这个时候 义军团的政委聂荣贞 因为脚底化弄受伤 也被安排到一纵队坐着担架行军 聂荣贞和王家祥算是老朋友了 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 于是王家祥就开门见山地跟聂荣贞讲道 根据目前的情况 必须将军事指挥权 从伯古和李德的手中拿回来 要让毛主席重新担任指挥的职位 顿时两人一拍即合 尼荣贞表示完全赞成 就在1935年1月15日 遵义会议如期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20多个人 其中有一半都是之前 已经和毛主席达成共识的一些人 在会议中 先由伯古就第五次仿围剿战争 做了总结报告 但是报告中更多的是将战争的失败 归结于敌人的强大上 对自己的指挥不当 没有任何的认识和反省 紧接着 周总理张文天 做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 毛主席也在接下来的发言中 明确指出了 第五次仿围剿失败的原因 就是因为军事指挥上 和战略技术上的错误所导致 在该前景的时候选择退缩 在不该进攻时盲目冒险 强烈地批判了 王明的左倾主义和教条主义 毛主席一番讲话完毕后 明显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就被摆到明面上来了 顿时会场内也就鸦雀无声 没人敢说话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 王驾祥站出来 坚定地表示支持毛主席的意见 对于李德博古缺乏实战经验 但是仍然不听局意见 瞎指挥的操作进行的进一步批评 指出中国的红军应该让像毛主席这样 有着丰富的前线作战经验的中国革命家 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并且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 撤出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 换由毛主席指挥 一番酣畅淋漓的发言之后 使得会上的几分明显有了转变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 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 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将仍由朱德周恩来来指挥军事 毛主席作为周总理指挥军事上的帮助者 此次遵义会议 结束了汪明左倾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取得这样的结果 可以说是多亏了在关键时刻 能够站出来力挺毛主席的王家祥啊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诸位朋友多多在留言区 发表自己的见解 觉得冷歌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点关注支持一下冷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